各位愛運動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新店奧特曼 你可以叫我李廷威 我們上一集有講到一些爬坡的小撇步 那今天我們要來講就是抽車 抽車不是只有帥而已 就是假設你今天可能像你爬坡的時候 你的肌群需要轉換 或者是說 你在不管在騎平路或爬坡的時候 你的屁股在坐墊上的時間太久了 你想要起來舒緩一下 或者是說你今天跟朋友在衝刺 或者說你今天比賽需要加速的時候 我們也會運用到一些抽車的一些動作 其實抽車它是一個很講究協調性的東西 就是就像我們走路的時候 你的手會擺一樣 它是非常需要協調性的 那抽車的時候 我們一般都是可能像是右腳踩的時候 其實是右手拉 然後左腳踩的時候其實就是左手拉 其實這個東西是需要大家體會 那一開始不太會抽車的人 建議可以用比較重的持筆 然後找一個爬坡 你不要一開始就很快很快很快 你一開始先從慢慢的開始 然後感受一下這個協調的感覺 然後之後呢 你就可以慢慢的 讓你的回轉速 或是說你的頻率變快 那接下來當你熟悉了之後 你在需要用到它的時候 可能像是前面有講到的一些情況啊 你都可以馬上的應用 然後馬上的做出反應 那所以其實我們只要記住一開始慢慢的 然後可以從爬坡開始練習 然後後面循序漸進越來越快 然後到各種不同的使用情境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得心應手 其實抽車這個動作啊 我們只是為了保持平衡而已 因為你的身體是比平常更用力的 所以我們抽車就是為了要能夠保持平衡 所以不是說一定要把車晃很大 或者是說一定要 就是我的人一定要很有律動感 其實不是 就是抽車就是為了達到我們保持平衡的目的 那大家有學到一些抽車的技巧了嗎 那大家回去要多練習喔 我們下一集見 大家掰掰